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松一下 怎么说放松一下呢 今天这首诗不是很难 而且内容特别的有意境 能够让我们听完之后整个人都静下来 还有这样一个放松的感觉 那今天这首诗是谁写的 又写了哪些内容呢 这位诗人我相信你们之前一定听过他的名字 他姓王 名字只有两个字 而且写过一些史智赛上啊 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啊 没错 有的小朋友已经答上来了 这个人就是王维 哎呀 说到王维 这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已经见过他很多次了 他的很多故事 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所以今天老师想问问你们 谁还记得王维字什么呀 哎 有的小母猜对了 王维字摩羯 号摩羯居士 为什么字摩羯呢 当时老师讲了 因为王维的妈妈特别喜欢看什么 特别喜欢看佛经 当时他妈妈最喜欢看的这本佛经叫做《维摩羯经》 所以说他妈妈给孩子起的名字干脆就姓王名为字摩羯 号摩羯居士 哎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之前还讲过9月9日一山东兄弟 当时里面有一句叫做《变差诸于少亿人》 我想问问你们 少亿人指的是谁呢 没错 少的就是王维自己 对吧 而且我们之前说过 王维在诗歌当中最喜欢用一个字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最喜欢用什么字 没错 就是这个空字 那今天老师要给你们讲的这首诗里面 同样带有一个空字 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呢 很简单 三个字叫做鸟 鸣 鸭 鸭 我们都知道 小鸟 鸣就是鸣叫了 简 其实就是山间所流淌的水流 小鸣就是简 鸟鸣鸣鸣 是不是很有意境啊 接下来呢 老师就来为大家背诵一下这首鸟鸣鸣鸣 现在请所有的小朋友把你们的眼睛都闭上 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 我们要用心灵来感受这首诗的意境 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美好 特别的安晓 鸟鸣鸣鸭 唐鸣鸣鸣 闻闲桂花路 夜静春山坤 月出金山鸟 时鸣春剑中 好了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 怎么样 这首诗觉得很有意境的小朋友举手 让我看一看 有很多 好 把你们的手放下 这首诗里面也有空字 相信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首诗为什么这么有意境 都写了哪些内容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 人闲桂花落 人闲 我们之前曾经学了一首诗 里面有一句叫做 乡村四月 闲人少 对吧 没错 有的小朋友接上了 乡村四月 闲人少 那这里的闲人 指的就是 你没有什么农事工作 你没有什么事情做 所以你很闲 变成了一个闲人 那这里说的是 人闲 贵 桂花落 也就是说 山里面居住的人 他们需不需要做什么农活呢 没有什么大的农活 所以人很悠闲 那 桂花落 桂花 我相信有的小朋友都知道 其实桂花这种花呀 分为两种 有春天开的 也有秋天开的 这里主要指的是 春天开的桂花 那 人闲 桂花落 这个桂花 飘落下来的 那我想问问你 花落下来 会不会有很大的声音呢 当然不会啦 但是就算它没有很大的声音 它还是能够被人所注意到 因为特别的安静 所以人能够感知到桂花飘落 人闲 桂花落 夜静 春山空 你看 空字出来了 对吧 夜静 夜晚很安静 春山空 那春山指的是什么季节的山呢 就是春季的山 对吧 这里的空啊 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不是说这是一个秃山 没有树 没有草 没有人 而是说特别的空旷 很安静 夜静 春山空 那再往下来 月初 金山鸟 月初 月亮出来了 晚上了吗 结果月亮出来 月光一洒下来 就惊动了山里的飞鸟 那小朋友呢 你们想想月光照下来 有声音吗 会不会哗 照下来 那肯定不会啊 月光是静静的照下来 但是哪怕它这么安静 还是惊动了山里的鸟 所以我们知道 这山里是太安静了 那最后一句呢 石鸣 春 剑 中 石 就是 石儿 偶尔 这个鸟啊 偶尔会在春剑当中鸣叫 剑 我们之前解释了山间的小溪 小刘 对吧 石鸣春剑中 说的就是小鸟会在这些小溪上 小溪当中进行鸣叫 你们看 这首诗 老师把它一说完 你们就能够体会到 为什么我说这首诗很有意境了 又让我们小朋友 闭着眼睛来感受了 而且在这首诗当中 老师也教给你们一种方法 叫做动静结合 把动跟静结合到一起 有的小朋友说 老师啊 动和静完全就是两码绅啊 怎么能把它结合到一起呢 其实啊 在这首诗中 老师可以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月初金山鸟 首先 鸟飞起来被惊动了 但是它居然是被月光惊动了 所以说 这种洞的背后 反衬出的是整个山里的寂静 包括人咸桂花落 桂花落下来 这种静 也是通过诗句所表现出来了 也是通过桂花掉落的动作 所表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叫做动静结合 那我相信我们小朋友呢 以后来到了二年级 来到了三年级 你们需要写作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把这种方法 应用到你们的小作文上了 相信你们也能像王维一样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这首鸟鸣剑 我们就说完了 是不是不是很难啊 那么小朋友们 我们第五期的古诗 到这一首就圆满结束了 那今天的首饰操 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赶快跟着老师 一起做起来吧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是我们第五期古诗的最后一首诗了 那西西老师和达达老师 早已经给你们准备了非常优美的景色 那最后选取了我们唐代大诗人 王维的鸟鸣剑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那你想做画 还是想做画中的诗呢 那各位小朋友啊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些动作 对不对 鸟鸣剑这首诗呀 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呢 那第一句话呀 是人嫌桂花落 桂花要落下来哦 而且桂花特别的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桂花糕 对吧 那特别特别的香啊 这么香的花落下来 那一定要特别的优美才是啊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第一句话啊 就应该是人嫌桂花落 那要落得很优美 是不是啊 你怎么落都可以 怎么美 怎么落 好吗 那接下来第二句话 夜静春山空 那春天的山里边啊 全都没有了东西 对吧 而且特别特别的安静 那夜静春山空 那做一个山里边空了的动作 那第三句话 月出惊山鸟 月亮出来惊动了山林里的鸟 所以啊 这个时候小鸟飞出来了 该怎么飞呢 哎 不能是这样非常悠闲的飞 它可是受到了惊吓哦 所以啊 这些受到惊吓的鸟应该怎么飞啊 飞得特别特别的快 对吧 那实名春剑中 有的时候啊 还在这个春剑中呢 哎 再叽叽喳喳的 在叫着呢 所以呢 我们最后也要有一个体教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今天啊 鸟鸣剑这首诗呢 各位小朋友 相信你们做完了之后 都希望你们能够成为 王维诗中的某一处风景才可以 做得美一点哦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鸟鸣剑 唐 王维 人弦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 时鸣春剑中 好了 各位小朋友 这首诗啊 希望你们能够比西西小师做得更优美 好不好 你们的肢体可能会更柔软一些 所以呢 你们可能会做得更漂亮 那西西老师呢 期待着啊 你们能够做出更美的样子 能够来发给我看一看 第五期的古诗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那第六期的内容又会是什么呢 但是不要着急 先学完这些 先背诵完这些 同时也要理解好了之后 那西西老师和达达老师 才会继续带你去学习第六期的首诗操 和更多有意思的古诗了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首诗操 以及所有的古诗课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再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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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